OK 大家好 我是Ryo 那今天的話呢 如標題所說 想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究竟李歐我呢 為什麼到現在還在玩瘋之谷 聽會有人說 不就是喜歡抽遊戲的活動 不就是喜歡花錢享受嗎 我得說啊 你們講的呢 太表面了 但是呢 我又不知道怎麼反應 不過我相信如果我只是因為想抽 想花錢才要瘋之谷的話 那我應該是不會玩這麼久 甚至呢 還願意花時間 不論是拍片錄音 甚至是直播 我相信我應該是沒有那個動力啦 畢竟我個人認為我是一個做事兩三分鐘熱度的人 所以呢 今天我們就來聊一下 究竟我對於瘋之谷這款遊戲 有什麼喜歡的地方 並且它有什麼地方 是讓我願意長時間遊玩它 甚至是到了願意花大錢拍片 到今天也還沒有放棄 好 先說一下 今天的影片呢 一切的觀點 看法 立場 都是出自於我個人 所以說呢 可能會和觀看影片的你們有所不同 那畢竟每個人玩遊戲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見 所以也希望在看完影片後留言的各位都能夠互相尊重對方 尊重對方的立場 尊重對方的意見 尊重對方的想法 OK 那就先來說說第一點 我會想玩下去的動力吧 我先跟各位說啊 一款遊戲能不能夠玩得久呢 最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夠在這個遊戲認識夠多的朋友 否則呢 一款遊戲不論是再好玩內容再豐富 永遠都只有自己一個人的話 你也很難真的玩得很久 那我的好友呢 也絕對不是 什麼上頭就能夠上VIP 或者是泰歐洲就送進天堂 或者是有什麼活動想抽 就找對方一起合資 先說齁 以上這些行為呢 絕對不是你對待一個遊戲好友該做的事情 好啦 一理由我的個性來講呢 我實在是不能夠玩一款遊戲 單純的自己這樣子上線結任務 然後練等王活動 然後就下線 我會覺得沒有人可以對話 沒有人可以分享 甚至是沒有人可以互相吐槽 會是一件非常無聊的事情 所以說如果你玩這一款遊戲 感覺每天都相當的單調 感覺自己像是一個機器人的話呢 建議 多加一點好友 或者是呢 加入一個熱鬧的公會 那除非你的好友或公會呢 裡面都是機器人 每天只會留言機油好難喝 不然應該是不會一成不變 應該是不會很單調啦 第二個呢 就是角色外觀 沒有錯 你可以發現我幾乎每一期的時尚箱都會抽 而我的角色人物呢 也幾乎每一期都會發生改變 應該說是每一週才對 除非當期的時裝真的不是我喜歡的 我相信有很多玩家和我一樣 當一個角色看膩了之後呢 就會漸漸的對這一款遊戲 開始失去興趣 那就算是理由我也不例外 當我看到角色的樣子呢 每天都一成不變的情況下 久而久之呢 我也會開始慢慢的懶的上線 但每當我不論是跟其他玩家收時裝 不論是直接在商城購買 或者是抽時尚隨機箱 來讓自己可能一到兩週更換時裝 替我的角色變換外觀的時候呢 我幾乎每一兩個禮拜就能夠帶著不同的心情來遊玩這款遊戲 就很像是我今天去逛街 然後買了一件衣服 那不論這件衣服 當時你看它有多好看 當你買一段時間 當你穿久了之後呢 我相信最後它都會進到你的衣櫥 從此不再出現 對 沒錯 那遊戲角色的外觀也是如此 所以你們突然發現我的保管箱有相當多雙的鞋子 這絕對不是因為理由我倒楣抽的太多雙鞋子 而是因為我每一天都要去挑要穿哪一雙鞋子 還有它的尺寸大小以及些微的這個顏色差距 才會導致說我必須要刻意故意的抽這麼多鞋子 並不是我運氣差好不好 不要瞎掰好嗎 第三點就是大家最熟悉的理由了 那就是遊玩商城活動 我記得我之前在某次直播的時候說過 我玩一款遊戲最最在乎的就是它的商城活動 這種豐不豐富 並且更新的頻不頻繁 那我得說以風之谷來講 它的商城活動應該可以算是挺豐富的了 雖然說都是一些大同小異的東西 但偶爾也會做一些改變 例如越來越坑 偶爾也會做一些更新 例如機率越來越低 偶爾呢 某些獎品也會以不同的方式推出 例如全部塞蘋果 總之呢我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喜歡玩商城活動的玩家 那你也可以說我下一度 不過各位放心 因為我大部分的時候呢 都會在我的預期營人力範圍內 去遊玩這些活動 除非上投的時候 那各位不用擔心 因為這種時候並不常見 不過我得說 我身邊有非常多的朋友呢 就是在上投後 花費超出自己預算以及預期的金額 最後才導致退股 所以偶爾這邊要再次提醒各位一下 如果你想遊玩任何遊戲的現金活動 也就是需要花費到你的荷包的時候呢 請衡量過自己的自身能力 並且呢 切勿上投 這樣才可以確保你在遊玩遊戲的時候 能夠更加的長久 而不會因為這些活動 反而加速的對這遊戲失去興趣喔 好啦接下來下一個呢 當然就是 理由我非常喜歡的 遊戲內的活動啦 對不起我還沒有進去過 好啦我必須老實的說 其實理由我對這些遊戲活動呢 除非獎勵真的非常的吸引我 不然我是真的蠻少下班 還特地跑來結任務的啦 那如果你是非常喜歡 遊玩風之谷各個版本的遊戲活動的朋友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跟我分享 你覺得遊玩這些活動 有什麼樂趣或者是什麼心得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片尾會有抽獎活動喔 記得看到最後 好啦那在我們介紹最後一個 另理由我會繼續想要玩風之谷的原因之前呢 我想要來跟各位推薦一下 上次有跟各位介紹過的 小滅賣場 先說一下理由我近幾年的兩台電腦 都是請他協助組裝的喔 好了那麼相信大家使用電腦呢 有非常多的需求 不論你是想要當工作機使用 不論你單純想要追劇上網 或者是呢你是一個遊戲玩家 那我相信針對這些需求呢 所需要的硬體設備一定大不相同 尤其是金額上呢肯定也會有差別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將你的問題 尋找小滅來進行諮詢 透過你的使用需求以及組裝預算 由小滅這邊來幫你找出最適合你的電腦 並且呢以最優惠的價格 將其入手 讓你能夠在電腦使用上達到預期的目的 所以假設你對於各大電腦廠牌零件都不熟悉的話呢 也沒有關係 現在只要掃描畫面上方的小滅電腦賣場QR Code 將你使用電腦上的需求以及目的 還有你組裝的預算告訴小滅 或許你就能夠找到一台真正適合你的電腦囉 對了QR Code不能掃描的話 影片下方的資訊欄連結也可以點擊來做諮詢喔 好了最後要來講到的是最後一項 那就是拍攝影片跟大家分享 你可以說我是為了拍片才玩風之谷 也可以說我是為了玩風之谷才去拍片 沒有錯我一直以來都覺得 將自己遊玩遊戲的過程拍攝到網路上 並且還有人觀看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從我頻道創立開始直到我創立到現在我也這麼認為 但我一直覺得經營頻道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畢竟你要在一天辛苦工作下班後 還要花費7-8個小時的時間來拍攝剪輯影片 更要花費數個小時的時間坐在電腦前面進行直播 幾乎是完完全全壓榨了自己一天工作下來的休息時間 而且影片或直播的留言總有一些人在酸言酸語 但是卻有更多的人在下方給予我鼓勵支持我 或者是提供有建設性的幫助指教或是批評 這些人正是李歐文能夠繼續經營頻道的動力 沒有錯我講這個很假白但我認真講 如果真的沒有人在我影片下方留言 或許我都不知道我拍這支影片是來幹嘛的 如果真的沒有人看我的影片看我的直播 那或許我早在幾年前就已經放棄經營頻道了 所以說這邊還是要非常非常感謝正在觀看影片的各位 總之我想用一句話來總結一下這最後一個原因 那就是我遊戲玩得爽 然後你們影片或直播看得爽 那這就是我要的了 好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想聊的關於我為什麼會一直遊玩風之谷 究竟有什麼動力 OK應該是沒有漏獎的啦 如果有的話那就等我記起來再補充吧 好那麼我們影片最後呢為了來慶祝啊 這幾天呢打真希拉打到了普通的根源 所以呢我們有一個抽獎活動 只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頻道的臉書 粉絲按讚再幫我支持影片分享出去 最後呢在影片下方留言留下 購買電腦找小咪也賣場 同時後面再補上一句 你希望對我說的話 那我就在影片下方呢抽出兩位 可以獲得皇家整形或美髮券任選一組 好那我是Ryo如果喜歡這影片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我的留言按讚記得幫我追蹤一下 那麼我們就下次見囉大家 掰掰 掰掰 耶 上班 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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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滿